Hello 大家好 沙姐 今天就沒什麼特別發生 大家知道新聞都沒什麼特別發生 所以很多人都沒話說 但那是沙姐來的 為什麼沒話說呢 沙姐什麼狗屎都可以說一頓 所以沙姐今天又去八卦了一些東西 大家知道了 最近又說可以全民檢測 不是 可以用四個檢疫中心 但消息仍有少少混亂 於是走到下面八卦 究竟如果我今天要回內地的話 那我的實質整個流程是怎樣呢 沙姐就跟大家說一說 我剛才很認真地聽 所以你們認真聽 首先如果我想回內地 就要去那四間檢測中心 課240元水 你要預約先的 預約課240元水 然後就去檢疫 然後在內地隔離14天 那14天呢 那在哪裏隔離呢 你不能跟內地的親友一場 你必須自我找個地方去隔離 例如酒店啦 例如公寓式酒店啦 例如如果你自己在上面有樓的 那你就可以在自己的房子隔離14天 那這個呢 因為沙姐上面沒有樓 如果沙姐要上去 就要找個酒店隔離14天 那這個就 大家知道了 酒店是要錢的嘛 就算我選一些很貼的公寓式酒店 或者在一些賓館 我給你打100元人仔 你14天你也要1400元人仔 所以就 你自己衡量 你自己衡量 接著隔離14天 你就可以 環片中的大陸自己任我衡量 那任我衡量之後呢 那你就需要回來香港的時候 又要去指定的檢疫中心 去檢疫 在內地的指定檢疫中心檢疫 然後檢疫完呢 你就可以回到香港 那來到香港你就不需要隔離 也不需要再檢疫了 就是整個流程就是這樣 那其實 你問我 這個是不是一件好的方案呢 其實這個並不是方便你去內地的方案 而 反過來 方便一些在上面工作的人 可以回到香港見一見家人 又或者是方便一些 那時候在新年的時候 上去 然後一直都被迫逗留在上面的人 可以終於回到香港找食 那是方便這些人的 其實就不是方便你上去的 你問我 你問我是不是衰呢 我自己就覺得不是衰 是否國內衰呢 你問心 如果今天 我們香港這樣 你會不會願意 那些任由美國來的人 不需要檢疫十四天 就可以到處走 你是不會的 有些人是會的 總之是美國人就可以 我們先不要算那些變態 我們先算正常人 好嗎 那 你會不會 不介意他在這裏 在這裏 一個獨特的地方去檢疫呢 你是不會的 正常人是不會的 有些特別崇洋那些 不要理 不過我可以用另一個更好的例子 我想就算崇洋也不會讓他這樣做 你會不會 找他 巴西 印度 那些人 來香港 不用十四天檢疫呢 你不要說 不用十四天檢疫 你直接連他來 你也不想他來 因為他們那邊 疫情這麼嚴重 你基本上隨便一個都會中 他說他不中 你知道有些傳說中 好像在香港都說 有一班雞的人 來了香港 他們是有 情陰性的檢疫子的 但後來發覺 情陰性的檢疫子是假的 即是醫生寫的假檢疫子 其實他們是情陽性的 你想想 你比著你 你也不會願意巴西 印度的人來 正如國內也是 他們已經清零了 他們當然不想你香港來 就算你香港有多低也好 但香港的低 不是全民檢測完之後 每天還有幾個輸入過我這個低 而是你自願檢測之後 你發現了有多少人 即是說你未發現的人 你是不知道有多少 即是如果今天 某個檢測了 檢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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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死也好 躺在那裏 點長點長也好 我都不進醫院檢測 我不做檢測 那我不算是個案之一 究竟有多少人是這些呢 也有多少人身體強健 完全沒有病徵的呢 不要忘記 新冠就算在你發病之前 或者當你有病徵也好 但你從你有病徵中間 它都是可以傳播的 它跟相風感冒一樣 相風感冒就是 你由受到相風感冒菌 感冒到 到你有病徵 或者你的病出來的時候 其實你不感冒人 你是透過飛沫那些東西 但問題是 調回到新冠 你沒有病徵都可以惹人 那你要問一下 作為內地的同胞 他怎麼看我們呢 大家都是同胞 大家知道 但是 如果以一個疫情的角度看 我們跟巴西和印度的人 有什麼分別呢 他看我們和我們 看巴西印度的人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沒有分別的 因為我們是處於一個 叫做感染人數低的城市 我們是感染人數低的城市 我們當然不想要一些 感染人數高的城市的人過來 但好像是國內清零的 其實他們過來 我覺得沒有問題 因為他們已經檢測得很厲害 因為他們基本上 再買了保險 他們回來之前都要做個檢測 所以基本上他們 內地的香港人 回到香港 其實那個風險 對我們香港 直體香港的風險是很低的 但我亦都覺得 你強行這樣說 是沒有話可說的 14億人口 一定有一個半個 是不是不會 每天都在檢測14億人口 不會 但是 問題是 我們沒有絕對 我們也沒有做全民檢測 我們為什麼要求別人是絕對 我覺得這些是 這是一件很荒謬的事情 除非我們已經做了全民檢測 而我們也是清零的話 我們就可以要求中方 要絕對是零 我們都不是做這件事 我們有什麼資格去要求別人 別人做得好過我們 我們在這裡質疑別人 我們沒有資格 另外一件事 他們經常的黃人都會說 人道立場 人道立場 人家是要回來見家人的 這是人道立場 可能有些 我不知道有沒有 但我覺得七百多萬人 上面有幾十萬人 或者十幾萬人 一定有些人 家裡的父母在香港 人家不可以回來香港 照顧一下父母 看父母 不可以的 你想想一下 現在都差不多 由新年到現在 都差不多 十個月 十個月 都差不多一整年 如果人家剛好 老婆在香港生完B 在新年的時候 她回到探親戚 老婆在那裡生B 難聽說她的B 都快要一歲了 不讓人回來看看B 是嗎 你的所謂人道去了哪裡 我經常覺得 有時做人 不要自私 要打臉 是打別人的臉 不是打自己的臉 所以每逢說任何事 我自己都覺得 麻煩你的黃人 你的垃圾議員 想一想 想一想才說話 這次就說到這裏 下一輯我會說 大家會著重的 60至64歲 究竟有沒有2元 搭車 這次就說到這裏 拜拜